这群小太妹真是有够狂的 别看他们打架不如蛊惑在带劲 但侮辱起人来却是一套一套 四人就读于附近一家女子学校 因家庭等各方面因素变得难以管教 整日不学无数只想着当街溜子 好不容易遇到一位有责任心的班主任 他们却认为对方是在多管闲事 上课间更是出言不逊多次顶撞对方 等到课间休息 四人商量一番后派出老三出马 女孩来到班主任办公室向其道歉 会就至于眼泪鼻涕一起流出 班主任见状于心不忍上前安慰 不想这时女孩忽然假装癫痫发作 为防止舌头被咬 班主任果断将手伸入对方嘴里 疼痛男人的他下意识扶住老三的腿 此时窗外三位女孩拍下照片 然后来到校长室 人证物证据在 班主任再怎么解释也于是无谋 最终遭到学校解雇 没了这位班主任的管教 四个女孩变得越发放肆 一周只有半天看得到他们的身影 平常不是出没于夜店便是游戏厅 会找寻刺激 甚至买来神仙水泡进奶茶混着喝 一旁警员看不下去上来询问 女孩们平时最不喜欢警员 一言不合双方起了争执 二妹阿绿脾气最大 直接掏出小刀自残用来威吓对方 大姐头则趁机给一杯红茶下了不明药水 然后装作和侍老来到中间 递给阿绿与警员一人一杯红茶 以此化解中毒 两位警员也怕事情闹大 只好喝了茶水放过几人 不想等到女孩们走后意外发生 原来大姐头刚才吓得要 竟是传说中的我爱一条柴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 小太妹们几乎无可救药 而这样的问题少年在当时社会还有很多 比如这位外号叫笑花的女孩 她因男友是当地恶霸 在学校越发嚣张 甚至建立了校园帮派 前段时间还逼迫阿绿的妹妹加入他们 此话引得四人火冒三丈 随即找到笑花对质 后者看不起几位太妹 言语中充满了挑衅与轻视 小太妹们也不惯着她 直接上前三拳两脚将其拿下 并逼对方去舔大姐头的鞋子 秉持着好女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笑花皱着眉头伸出了舌头 看到对方如此狼狈的模样 四人顿时笑开了花 但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惹上的不是所谓的笑花 回到租房 女孩将所受遭遇告诉给了男友威特 此人乃是当地有名恶霸 心爱之人受了委屈她弃肯罢休 了解到四人在自家游戏听完了 威特便盛装打扮一番故意接近 大姐头是典型的恋爱脑袋外冒孔 见眼前小伙帅出天际 她的花痴心渐渐涌动 即便知道对方是笑花的男友 依旧表露心中爱意 就这样 威特仅用一分钟就凭相貌拿下了大姐头 他表示自己会马上甩了笑花和大姐头永远在一起 然后洋装陈阔公子请众人到家中做客 并拿出珍藏已久的面粉套餐款待女孩 神仙水早已喝腻的几人早就想试一试真正的爽粉 他们一个个很快便落入到了威特的陷阱之中 威特给几位女孩品尝面粉 为的就是让对方在迷糊的时候答应替自己赚钱 好在二妹阿绿从不沾染这玩意儿 意识清醒的她看出威特不是好人 拉着姐妹们便要离开 大姐头见阿绿如此生气反而维护起了威特 她认为男友不过是想开个玩笑又何必当真呢 很显然 恋爱脑的大姐头已被威特完全拿捏 但气氛闹到这种地步也只能暂时散场 时间来到深夜 威特约出笑花见面 称自己的计划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真正的好戏很快就能上演 不想就在两人谈情之际 大姐头忽然闯入 她本来是想替阿绿向威特道歉 结果看到了仇人笑花 笑花与威特眼神会议后开始演戏 她让男人在自己与大姐头之间选择一个 威哥没有一丝犹豫选了后者 笑花一怒之下愤然离去 事后大姐头只问威特为何还要去找笑花 后者开始狡辩 称自己欠了一点债 接近笑花只是为了在她身上弄顶钱而已 这种鬼话一般人哪里会信 但我们可爱的大姐头却信了 看来爱情使人降至这句话果然没假 接下来的日子 威特对大姐头展开疯狂攻势 并花大价钱买来项链向女孩求婚 说是求婚项链 实则不过是找笑花借的演戏道具吧 女孩们纷纷向大姐头贺喜 唯独阿绿还是对威特不太感冒 她始终觉得对方不是好人 但看在大姐面上也不好发作 为了庆祝大喜之日 威特邀请众人到夜店狂欢 阿绿本想找个借口推辞 无奈妹妹小绿也想凑热闹 便只好跟着一起 走入灯红酒绿的夜店 女孩们忘情地在歌在舞 而威特则与一群自称是亲戚的客人 谈着声音 威特以交易物品的口吻 将女孩们卖了个好价钱 等到物品跳完舞回到桌上 她便以庆祝为借口 与众人挽起了划拳 谁输了就要喝上一大杯 想以此灌醉几人 其中阿绿两姐妹被客人一万满下 要求来个双人起飞套餐 威特未赚这笔钱 百般请求阿绿给个面子一起玩游戏 见姐妹们玩得这么开心 阿绿不好扫了雅兴 可她的划拳技术怎能抵得过威哥 一分钟就干了十几倍 威哥见状表示可以让小绿带和 这番话让阿绿起了疑心 引路之下带着妹妹离开 大姐头看到这边发生状况 赶紧起身拦下两人 今晚是她大喜之日 为什么阿绿又要扫了大家兴致呢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阿绿看到威特将手搭在了妹妹肩上 为了一个男人 阿绿与大姐头的感情渐渐破裂 而贪玩的老三和老妖也站在了大姐头这边 好不容易遇到个肯待他们潇洒的男人 可不能轻易错过 昔日团队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 时间来到晚上 大姐头还在担心威特的手伤 并一个劲地替阿绿向其道歉 可男人显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她说自己欠了一笔钱 本来今晚能与几个亲戚谈下借钱的事 结果被阿绿这么一闹坏了事 不过这也没什么 因为她还有一个走私的渠道能赚大钱 不过就是差了打通关系的十万现金 大姐头听后让威特放心 这笔钱她来想办法 一个恋爱脑的女人能为男友做到何种地步 得知对方缺钱 大姐头马上联系几位好友 之前分道扬镳的阿绿得知后 也急忙赶了过来 大姐头谎称父亲得了重病急需十万块治疗费 所以才让大家过来帮忙想办法 阿绿认识大姐头多年 一看对方就没变猜到大概 两个好姐妹为了男人再次针锋相对 大姐头认为阿绿是因为小时候被养父侵犯过 所以才怨恨天下所有男人 可威特人率心善怎么可能跟你依附是一路人呢 这句话戳到了阿绿痛楚 双方爆发激烈争吵 由此宣告十几年的友情彻底破裂 眼看姐妹们帮不上忙 大姐头只好瞒着威特 在对方小弟的引荐下借了十万高利贷 看着眼前白花花的现金 威特感动得声味俱下 这一幕连奥斯卡影帝看了都甘拜下风 男友的眼泪让大姐头直呼这钱借的真挚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威特前脚收了她的钱 后脚便如树上脚给了笑话 而这笑话不只是靠美貌拿下的威特 她出身黑帮世家 叔父们皆是道上有名的大佬 威特实则也不过是她的小白脸罢了 两人想好了接下来的计策 决定让大姐头几人乖乖替他们赚钱 之后威特租了一间房与女人们住在一起 每日给对方做饭讲笑话 属实将众人完全拿捏 她表示自己的走私计划已经成功 今天便能赚到二十万 这是一个电话打来 还未等威特想好办法 一位大佬忽然闯入 原来大姐头的高利贷就是在她手里借的 而今天刚好是还钱之日 借女人拿不出钱大佬便开始暴斗威特 打了十几分钟才撂下狠话甩门离去 满脸鲜血的威特质问大姐头 为何借高利贷不跟自己说 现在好了 走私货被吞又欠了一屁股债 事到如今没有其他办法 威特迟到让小弟跟他一起去砍了放贷大佬 大姐头担心男友安危将其拦下 可这几十万又该到哪里去弄呢 想到这 女人脑海闪过一个念想 老三和老妖秉持着姐妹情深 也愿意下海帮着一起还钱 威特强压心中喜悦 再次拿出影帝般的演技应付大姐头 之后来到笑花家里 女人替他包扎伤口 威特向其诉苦 今天叔叔是不是动手太过了一点 原来刚才的冲突都是两人安排 所谓的放贷大佬正是笑花的叔叔 怪就怪这个大姐头实在太好骗 从头到尾被两人玩弄与补掌 从此以后 大姐头三人过上了当坤的日子 属于他们的悲惨生活其实才当当开始